牛羊初土餐又買新股了 昨日人寶搞推介會 很久沒店頭的牛羊用了一億美金去應購 之後當然是問銀機的東西 增值到五以下的時候 我就把他最後的股票全買下來了 二至七 兩千七百萬股 兩塊七毛四 都是我買的 哎呀 牛羊什麼解救 戳住那套答問題呀 是吃得飽的 還是面對這麼多記者 戳住答會定到經 雖說你管成三十多億美金 掃銀機那兩億多港幣十十歲 這比例比較少 對我來講還有分島的空間 只不過內地白酒銷情差 整班高官因為阿爺落命 不敢花公帑去送禮 最近還說有白酒飲完會陽位 那些男人當然要紅風不要走啦 但牛羊就沒怕過 說白酒在內地有剛性需求 還看好2014年銀機有十億純利 現在我對引起的投入和信念是堅定的意義 雖然我被打擊得很慘 希望銀機不會再給你一次打擊吧